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也就是芝加哥公约的附件13 航空器事故和事故争后调查的有关标准 初步调查报告应当在事发之日起30天内 发送给有关参与调查的国家和国际民航组织 那么国际民航组织也要求发送的报告 应当以国际民航组织工作语言来发送 那么中文和英文同属于国际民航组织的工作语言 另外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规定 民航局应当在事故发生后30日内 向国际民航组织递交初步调查报告 那么调查组将根据国内的规章 和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 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谢谢